2022年的风口是什么 有句话说的好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起飞 那么现在又一个千亿规模的市场降临 你来判断是不是风口 据统计我国的汽车保底量 已经快速增加到4.02亿 每年能增加2000多万辆 全年的洗车次数更是突破110亿次 这么庞大的市场传统洗车真的能满足吗 而且就在去年颁布了排污管理条例 高耗水高污染的洗车行业面临淘汰 那千亿级别的洗车市场由谁来接管 认真看完视频 接下来我教你怎么判断风口 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预知风口呢 其实判断它是不是风口 就看它是否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是政策上的大力支持 第二是极度重视消费者的体验 你比如新能源车就靠着政策吃进红利 还给了消费者更完美的驾驶体验 所以在资本市场上又催生了数只十倍股 而上门服务靠着懒人经济 直接改变了当代人的生活方式 最典型的就是年轻人根本离不开外卖了 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两个条件叠加在一起 用一瓶矿泉水的量 就能洗干净一辆车 洗车还能上门 洗车行业会发生什么 有个平台叫车辆辆 它真凑起了这两个条件 重新做了洗车行业 用一升水就可以洗干净一辆车 而且自带抛光镀膜 物理分离车身脏污 完美呵护车漆 随时能预约上门洗车 从此洗车再无地点限制 随时随洗 能停几洗 以后洗车难 洗车贵 洗车还要排长队的问题 统统能给你解决了 而且呀 每个城市的饭店 都有某团这样的线上货客平台 酒店有某车这样的货客平台 那洗车维修洗户门店 是否也需要这样的平台呢 那如果上门洗车 再结合上门维修养户 是不是又一个新的风口呢 这个我留给大家自己去判断 如果你也想赶上这样的风口 只需要配合车辆量 完成市场布局 和门店也不用你操心 但是任何顾客洗一辆车 都有你的风尘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 了解细节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让洗车和点外卖一样方便